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很多年看不好她的病 最后这个医生跟她建议说 你应该赶快嫁出去 过了一年 这位医生遇到了这位女士 她就问怎么样 你现在头还痛吗 这个女士说 谢谢你医生 我现在头不痛了 不过我丈夫说 自从她娶了我之后 她开始天天头痛 人不能将自己的烦恼 去存加于别人的身上 我们人就是要懂得自我 了缺烦恼 我们人为什么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我们懂得因果 因为种什么因才会有什么果 让我们学博的人慢慢的懂得爱众生 爱别人 我们不为自己活 我们要为我们的众生而活着 这样你的境界就会提升 你的感情就会纯洁 你的智慧就会生出 这样你才能做到 人成鸡脖成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